哈囉哈囉哈囉 我是慕尼 今天4月4號我們又有新的VVIP 但是呢 今天是兒童節 先祝大家兒童節快樂 那我們就來看這次最新的VVIP吧 這次最新的VVIP叫做第一個生日派對 阿其實就是慶祝天天一週年 但是有個很特別的喔 以前我們一定要儲值才可以拿到道具對不對 這次你們看 Free Pass 左下角 第一個就是一週年紀念獎盃 這個大家記得去領 好不好 你們不要想說這個要課金就沒有來點 這個不用課金的 下面這個 一週年紀念獎盃 記得去領喔 好 那我們就來看這個課金所領到的東西吧 那我們來看第一個 蠟燭髮袋 這應該是頭啦 上面會有個蠟燭 可是好像不會動欸 等下我們再來 試試看 再來就是鞋子了 蠟燭 欸 條紋蠟燭鞋 齁 再來 蠟燭服裝 齁 你變成一顆蠟燭 其實有點像棉花糖欸 就我這樣覺得嗎 再來 生日蠟燭眼鏡 呵呵 眼鏡 這個眼鏡怎麼感覺跟之前的 派對的有點像啊 再來 生日快樂 強飾品 這個不知道能不能改字耶 還有這個 派對相框 黑板 齁 這個應該可以改 齁 他寫 想輸入的內容 可以填寫 齁 再來這個 禮物堆 是紫色的喔 齁 放了很多禮物 上面還寫 Happy Birthday 齁 再來勒 我們再往後面看 一週年紀念 立體投影對不對 齁 這個感覺蠻帥的 有科技感的感覺 齁 這個投影的東西我們在之前 齁 那個天天英雄 打個Hero的那個 我們就有看到過了 再來這個生日派對桌子 齁 藍色級別的 東西都擺好了 齁 那還有嗎 再來是一週年慶祝蛋糕 齁 這蛋糕好像之前看過大家設計喔 上面最上面是寫這個海根 就是天天玩樂園設計者 齁 設計總部 再來就到最後的生日派對熊熊了 好快喔 生日派對熊熊 他前面還有吹那個 這個叫做什麼啊 我忘記了 就是 你吹他的時候他會升值 會有聲音 大家知道這叫什麼東西嗎 齁 知道了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慕妮喔 好啦 這一次我們 生日派對齁 生日派對紀念的東西 好像就這樣領完了 齁 那也沒有什麼手持道具的 那我們就趕快來擺出來讓大家看看吧 齁 你看我現在是檸檬 齁 那我現在開始擺囉 那我們先擺剛剛跟大家講說 每個人都可以免費拿的 齁 這個獎杯 齁 一周年紀念獎杯 大家記得去領喔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免費的 每個人都可以領 那我們就把熊熊擺旁邊 好蛋糕 欸蛋糕還蠻大的啦 但是我覺得他還可以再大一點 齁 有點小可惜 好 這個桌子 再來這個投影 好投影燈 這個應該是我覺得這一次 我蠻期待的吧 這投影燈如果做得好的話應該是還不錯 我們就把它擺散一點 等一下我們再認真看吧 這個禮物堆 齁 禮物堆放旁邊 然後 相框 齁 這可以寫字 那這個咧 這個是強勢而已喔 齁 他不能改字體 欸好了 已經弄完了 那再來就是慕尼要把這次生日 太對劑了齁 把它穿起來 齁 怎麼裝扮 然後點這邊 這次總共有四樣吧 先是這個蠟燭頭 齁 火燒檸檬 呃 不是啦 我們要再戴上 戴上他的這個眼鏡 齁 還有這個 蠟燭服裝 還有這個蠟燭鞋 齁 那這樣就完畢了 齁 這次這個套裝是沒有頭髮的 齁 他只有這個頭飾 齁 髮帶 他叫做髮帶 蠟燭髮帶 好啦 那基本上就是這四樣 那我們就 來看看這一次的 VVIP 齁 家具 那我們就先看這個吧 這個是禮物堆嘛 欸禮物堆可以點耶 那我先把燈光調按好了 所以我先打開來 然後等一下我再調按 然後這個獎盃的話 免費的獎盃 他是會一直旋轉的 這我覺得不錯 那這個字可以寫字 好 那我們就寫 兒童節快樂好了 就兒童節快樂 好 那要開心喔 兒童節快樂 再來這個 喔 投影燈 齁 這邊也是寫 欸 我跟著他轉一下 第一屆 有點天天玩樂園的感覺 好 後面這個 HAPPY BIRTHDAY 喔 不能寫字 再來是我們的 生日 喔 這個桌子嘛 生日派對桌 喔 這桌子是不能點的 那這個蛋糕咧 喔 這個蛋糕可以點喔 那我們點下去吧 哈哈 他是這樣亮一下是不是 喔 他再 再一次 喔 點下去的時候他會 Q有個彩花這樣 那再來我們看 每一次最經典的熊熊吧 這個熊熊在這邊 那我們過去吧 欸熊熊的前面 他吹的沒有變紙 可惜了 他只是 有彩花 放出來而已 喔 這個有點可惜耶 我以為這邊會做的 那個 他吹的那個會往前 結果沒有 好 那我們接下來 就把這個燈光調暗吧 我們調個燈光 看一下 點這個 然後把它調最暗 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 喔 HAPPY BIRTHDAY 上面有很多蠟燭齁 他是有做這個 有 有會移動的感覺齁 有在燒的感覺 可是像我們的頭飾阿 他就不會動了 你有發現嗎 我們的頭飾看起來 就像是一個圖片的感覺 他不會動 是靜止的 好 現在這個在動 是慕尼的頭一直在甩 登登登登登登 是這樣齁 那這個蠟燭你們自己看 他自己是有這種在燒的感覺 我把它用這個照相的感覺 給你們看好了 這樣你們可能看比較清楚 好 你看他有這種燃燒的感覺 好 每一根 英文字母上面都有 好 那這就是我們第一個這個 生日的嘛 那再來就是我們免費的獎杯 免費的獎杯上面也會發亮 你們看 這邊也會發亮 好 他旁邊會有一個星星一直在閃 那這個我覺得 大家一定要去領 好 免費的 很不錯 好 一直在閃 好 一 一週年的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這個頭飾燈 那頭飾燈這個上面就是 有種科技感的感覺 有點像之前那個科學實驗室的 他好像也是有這種頭飾的 那這個我覺得還可以 那後面的都不會發光啦 是蠻可惜的 這次發光的東西 你看就一二三四嘛 那其中這個還是免費的 好 這個獎杯還是免費 大家都可以領喔 你看完這個目的影片 一定要趕快去領 好 不要漏掉這個了 我覺得還不錯 那這個生日派對蛋糕桌 就是上面有一些蛋糕阿 然後酒這些的 那就是這個嘛 我們的生日蛋糕 點它 它會 最上面的1會發光 好 就這樣 然後旁邊有彩花 那基本上這一次發光的感覺就是 做到這邊 那我們就把它調成正常模式吧 那這次我覺得最不錯的東西 應該這個 Happy Birthday的這個 以物堆阿 我覺得還不錯 那這個獎杯免費的話我覺得 OK 那這個東西的話 效果不太明顯 好 那我問你看看 有沒有辦法換個位置好了 譬如說我覺得這東西看這 效果不太明顯 它應該只能放地板 你們看這樣 好 應該放地板投影是最好的 它的投影也沒有像 那個 那個Duck Hero 好 它可以 在空中這樣 頭很遠 好 它就是 DT的這樣 好啦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這次的VVIP 好 這個 我看一下這名字叫什麼 叫做 呃 第一個生日派對Season 好 那慕妮已經開箱完畢給大家了 供給大家參考 好啦 那以上呢 就是慕妮 好 拍給大家看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為我點下一個喜歡 那我是慕妮 我們 下次見 大家 掰掰 很多東西 呢 看 你 我看一下 我們的事情 是嗎 我們 到